一个文明的源头 一个国家的起点 一个民族的故园 洛阳 总观世界文明 唯有中华文明传记千年从未断流 而河洛文明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 五千年文明史 四千年建成史 一千五百年建都史 为什么是洛阳 河洛大地上六十六座博物馆里 装着最好的答案 大门开启 这是一封来自四十六万件馆藏 共同书写的神秘来信 长流 鲜尾 三足 腰式汝丁文 形体古着 迎风而立 这就是现存于洛阳博物馆 被誉为天下第一学的 汝丁文同学 来自三千五百年前 发现于烟尸二里头 这里孕育了华夏第一个王朝 夏 自此 中国历史进入了建立在 发达青铜文化基础上的夏商周时期 河洛大地出土了最典型的青铜器 它们汇取历史的重量跨越千年 就像无数苍进挺拔的文字 为我们讲述着整个青铜时代 龙腾六郡飞车域 坑道持思绪 震惊世界的天子驾六 大型车马陪葬坑 被誉为东周瑰宝 举世无双 基于原址修建的 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 为那段灿烂的历史 打开了全新的窗口 闭目瑕丝 东周风云 滚滚而来 北芒山头少前途 尽是洛阳人旧墓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 向我们展现了汉代指纵金 包罗万象的丧葬文化 头戴高肩帽 脚踩黑药靴 这幅湖人千坨图 藏于河南古代壁画馆 再现了洛阳和丝绸之路的 紧密联系 而这也只是盛世迹象的冰山一角 时间残酷地抹杀 时间残酷地抹杀他们的色彩 却给予他们永恒的价值 只默默地悬于壁上 却将我们祖心的爱 恐惧与信仰 威威道来 那些诗词汉清理的浓墨重彩 那些滚滚红尘里的瞬间流光 一个个画成真实可感的物件 如灿烂长河中逃落的珍珠 翘首以盼 期待着惊人的热忱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